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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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劉太你好 剛剛看到你在台上講故事 是不是已經很熟練這件事了 很熟練了 講了十幾年了 剛剛有沒有說 子女最喜歡聽你說哪一款故事 或者什麼類型的故事是最吸引他們的 其實剛剛台上分享的那本書 就是我兒子四歲開始已經很喜歡這本書 第一次跟他讀的時候 他每晚都叫我讀 我想我那本書應該講了一百次 其實通常這些書都是我選的 我希望選一些有些意義 或者有些教義味的書 但同時也有些脆味 因為如果沒有脆味 那些小朋友都不太喜歡 我會通常選那些 但有道理的告訴他們 就是要有那個意義在這裏 那個故事 沒錯 睡覺之前通常講書 因為三個小朋友 會自己各自不喜歡的書 要講三次 會的會的 不過大女現在不用講書 就聊天 就不用拿著一本書 最小的女兒很喜歡晚上講書 那兒子就在中間 因為兒子都自己長大了 晚上的時間給他一些空間 但下午怎樣都要逼去看書 我覺得培養讀書是一個樂趣和修養 那這次來到書展 會不會都買些書回去 或者帶兒子女兒過來看 買了 買了 賣了 還有他之前出過Bloggame 兒子 他有個時間在那裏 那他待會又會去看看 樓先生就不是講書 就講做生意 還不是看新聞 講新聞 但樓先生知識都很豐富 譬如大女兒很喜歡歷史方面的東西 就直接樓先生都不用看書 問就已經答到 就這樣